欢迎收看1月29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沈维彤 现在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这几天天气都阴阴冷冷 有点不太舒服 不过今天东北风稍稍减弱 除了东半部以及北海岸 仍然有一些短暂雨之外 北部云量偏多 其他地区则为多云稻晴 各地早晚气温偏凉 白天高温约22到23度 短暴日夜温差较大 空气品质较差 提醒民众找出晚归 要多加注意保暖 带您看到国际媒体重要信息 首先看到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边界交火 至少三人死亡 再次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仍然是真主党交火讯息 三人死亡 再次大纪元时报 纽约大都会版报道 纽约恢复正常交通 全线开通 再次大纪元时报 台湾版报道 大陆经济亮起红灯 科法斯狩猎负面观察名单 带您看到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以ISIS释放飞官为条件 约旦已经准备好失求 早安新唐人首先带您看到 基金组织ISIS威胁处决日本记者 后腾建恶以及约旦飞官 期限就在昨天晚上到期 目前最新消息是 约旦方面同意换球 不过ISIS方面尚未发表任何声明 而日本民众也自发起声援集会 包括在首相官邸前 人们手持写有 我是建恶等话语的纸张和蜡烛 安静地祈祷后腾平安无事 经济主持伊斯兰国ISIS再次发出威胁 扬扬要在24小时内 杀害日本人至后腾建恶 以及被俘虏的约旦飞官 除非约旦当局 答应释放一名女炸弹客 后腾建恶的母亲 恶度要求日本首相安倍出手 救自己的儿子 被ISIS绑架的日本人至 后腾建恶的母亲 二度公开请求日本政府协助 因为昨晚 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再次公布影片 限时24小时内 约旦政府必须释放被囚禁的 女炸弹客雷沙维 否则就要杀害后腾建恶 其另一名被俘虏的约旦飞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对伊斯兰国的行为表示谴责 而人在约旦的外务副大臣 中山泰秀承诺 会设法营救人质到最后一刻 極めて卑劣な行為であり 強い意気通りを覚えます 厳しい 大変厳しい状況の中で 後藤健二さんの早期解放に向けて 政府一丸となって取り組みを アタメと指示をいたしました We will never give up until the our Japanese hostage Mr.Goto safely coming back to our nation and we play for him and we never give up 稍早前日本召略電視台 引述阿拉伯媒体说法 宣称约旦已经跟伊斯兰国进行换服 不过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新唐人雅电电视张瑞珍编译 近期国际恐怖股资攻击频传 美国在短短4天之内 至少就有16个航班 接到发自社交网站的炸弹威胁 在最终都被证明是虚惊一场 目前还有两架受威胁的客机 是在F-16战斗机的护航下 降落亚特兰大机场 美国联邦调查局称 所有的威胁都会严肃调查 将镜头转回台湾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以来 改革雷厉风行 不过却被恐吓有电话威胁 台北市长办公室主任蔡壁如证实 上中午确实有接到电话 要柯文哲要小心一点 除了通知随护 柯文哲也透露 现在他会减少单独一人外出的机会 另外一大年看到 去年九合一选举的南北超级人 气王柯文哲以及陈菊 两个人在选后首度同台 花妈大赞柯批大刀阔斧 创新台北 让人耳目一新 而媒体也聚焦柯文哲选前的竞选费用 天下大名北高人气王柯批陈菊 同台做公益 为小林村灾民意卖甜点过好年 谢谢柯市长 除了我刚收购 除了关心台北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表达台北市追求 整个社会正义跟财团 事不两立以外 也能够有这么细腻的心 关心到最弱实 我们真的很感谢 就甘心可批意气相挺 陈菊重感冒 报病也要北上感谢 还赞柯文哲大刀阔斧 创新台北 让人耳目一新 不过被媒体问到柯市府 有意延揽高雄副市长刘世芳 陈菊先是惊讶 后又婉拒 暗示柯批别落过界 我会尊重刘副市长的意见 不过大概不太可能 因为他在我们南台湾高雄 也是非常的重要 关注柯市府人事布局 媒体也聚焦柯文哲选前进选经费 总额一亿三千万 和先前公布的五千五百三十六万 差了一倍 到底花去哪 事实上费用比预期的高度 那有些费用 我想细项的话 等到礼拜六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请姚立比照 比照以前你知道 公布全部期末 宣前竞选费用出估 买广告六天就花了一千一百万 将年划接近一千万 最后的竞选团队人事资浅费 也用掉不少 柯文哲预计本周六就会公布 一切疑问将揭晓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号李宇军 台湾台北报道 巨压超过一百多天的顶星前 自由集团董事长魏应冲 以一亿元获得交保 不过承办检察官林汉强表示 无法接受 将提出抗告 一下车离个遭媒体包围 刚从彰化保湿的顶星二董魏应冲 神情木讷 缓步走进大安分局行程派出所报道 不过面对大批媒体阵仗 只说谢谢 必谈敏感议题 董事长员工的身心 是不是有问题了吗 谢谢大家的关系 是不是事先就知道会交保 所以准备了三亿的现金 谢谢 不愿表示太多 只声明每天按时报道 随即快不离去 就了解彰化地方法院何一亭 凌晨裁定 除温应冲以一亿元交保外 包括定心自由公司 代理董事长陈茂家 前总经理常梅峰 越南大幸福公司负责人杨正义 均500万元交保 限制住居 并每日向所处派出所报道 不过突然的敲定交保事宜 也引发张检错愕 我们认为就法院裁定中指出 就这个创政制已经紧低 这一点 那因为在被告的海外资金 还不是很明确 以及就这个 定心公司相关员工 还有就这个越南的一些 制造市民的状况 还没有完全经过结论的状况之下 那我们认为这个创政的理由 应该仍然存在 要不要喝定心的黑性油 民众高声抗议 由于交保事项决定释出突然 时间选在凌晨 加上顶星火速凑齐三个人 共一亿一千万的交保金额 都引起外界遐想 是否与案情有关 顶星资料由案再起风波 各方关注 新台电视程会模 沈未同 台湾台北报道 法官凌晨裁定 为应充一亿元交保 顶星集团在五分钟之内 就凑齐资金 不过其实顶星除了 清偿65亿借贷金 还会30亿成立食安基金 并提领3亿保金 为员工交保 甚至传出要把三重土地开发案 转型盖医院 不过专家表示 顶星的这些动作 其实是打算加速把资产 撤出台湾 你变瘦了 要不要喝 顶星的黑心油 来包行贴 贵总 贵总 贵总低头凤鱼 在奥利身中离开派出所 被收押103天后 周二凌晨获准 以议员交保 应该是演戏给民众看而已 对他还会有信心吗 什么叫信心 好 没有了 鲑鱼还乡 那个鲑鱼是错鲑鱼啊 民众怒火难消 向来给外界团结印象的卫家 因为卫英聪混由事件 一度传出撕破脸 大哥卫英州也铁了心 不汇款援救 但四兄弟倾情难断 22日 卫英州突然回心转意 从海外调钱 偿还了65亿的银行贷款 并会入1亿美元 成立食安基金 花费将近新台币100亿元 只为了换卫英聪 回家过年 对于卫英交 卫英聪的这些作为 当然是非常生气 但是我觉得 他这是在做一个切割的动作 他避免这把火烧到 这个中国大陆的康师傅 所以他在第一时间 他也下达 就是说 他绝对不会回台来支援 但是眼看 这个灭顶行动是越烧越烈 大董眼看说 这个状况在演变下去的话 好像卫家的生育都会扫地 所以在最后时间 他还是会了95亿回台湾 顶星为了扭转企业形象 传出要把三重土地开发案 转型盖医院做公益 对此 只有顶绿股权超过五成的卫权表示 并不清楚 随后顶星也发声明 尊重顶绿公司 所有权人的规划评估 不过顶星一方面重建台湾形象 另一方面又急着将资产撤出台湾 包括台北101股权 转售给马来西亚地产大亨 IOI集团 还有台湾之星 以及台湾之光 卫家他们也都意识到 他们在台湾几乎是没有形象 所以才会从去年下半年起 就已经拍板定案决定说 把台湾资产都卖光光 我相信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真的是很想尽快地离开台湾 不只是可以拿回原本在台湾投入的钱 甚至还可以说是大赚一笔离开台湾 顶星陷入黑心油风暴 重挫企业形象 以及扯出的政治利益纠葛 所管会因为魏宇冲交保为终结 恐怕还有待观察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李晶晶 台湾特别报道 另外来看到 亚太电信漫游台湾大哥大的网络 提供4G服务引发争议 NCC宣令亚太电申请国际电子的合并案 NCC表示 由于申请文件 涉及第三电信事业策略联盟 亚太电并未说明 漫游有适法的疑虑 因此决议程序驳回 而亚太电昨天晚上也发出公告表示 将紧速重新提出申请 并强调此事件 不影响公司的营运 另外带你用100秒 浏览重要的财经讯息 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秘书长阿卜杜拉表示 油价在每桶45美元至50美元区间 徘徊之后 或许已经出底 可能将很快返台 标准普尔周一晚将俄罗斯信用评级降至垃圾级 是俄罗斯十年来首次被评为投资几下 包括油价暴跌 罗布大幅波动 以及西方制裁 都是让俄罗斯受到冲击的原因 去年12月 中国工业利润降幅达到创纪录的8% 显示中国有针对性的刺激计划 未能抑制工业放缓 而工业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台湾的国营对大陆暴险普遍下滑 不过渣打银行对大陆暴险来到净值的0.83倍 较上级增加0.26倍 居银行之售 此外台北富邦银行对中国大陆暴险0.93倍 超过0.9倍的仅值线 新唐人的电视总理报道 中国人民币重瓶 而奢侈品市场也呈现8年来的首度衰退 什么原因请锁定下节 新唐人早安新闻 艺术 生活 品味 为陶瓷产业创立新标杆 台湾 英哥 新泰原 甲崩的好朋友 饭有产品重视现代人追求健康 方便卫生饮食的标准 不含防腐剂 人工香料 人工色素 起云季 现代人养生饮食的最佳选择 中获罐头类的金牌奖 又两奖及全国金字招牌奖 并持着服务 奉献健康的经营理念 提升国人吃的品质 更能让消费者购买是安心 吃得放心 伴有甲崩的好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零六七八六 零零九一 欢迎回来 国际消息的部分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冲突剧增 以色列国防部证实 有一枚来自黎巴嫩的反坦克导弹 集中以色列在北部边境的军车 以色列随即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目标进行炮击 强调不会容忍被攻击 目前已知至少三人死亡 既然看到被预测为美东史上最强的暴风雪 索性并没有对纽约带来重大灾情 倒是将整个纽约市变成了银白色的雪世界 不少民众趁着难得的机会到中央公园去玩雪 而另外 机枪单位也坦诚预测失准 提摊消息的部分 今年第一场大满贯赛是澳洲网球公开赛 台湾网球好手战友然传来捷报 战友然与中国选手郑洁搭档 在澳网女双赛事一路过关斩将 以6比3 6比2直落2击败对手 闯进女双决赛 台湾网球好手詹勇然与中国选手郑洁搭档 在今天的澳网女双半决赛中 只花了71分钟 就以6比3 6比2直落2 击败荷兰选手克莱查克 与杰克女将时最可娃的组合 整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赛末点的制胜球 郑洁原本被判出界的球 在詹勇然提出挑战后 阴眼回放系统显示 球确实有压道线 改判回界内 郑洁原事后 也把这张令人惊喜的判决结果 贴在个人脸书上跟粉丝分享 这是张勇然继2007年 打进美网和澳网女双决赛后 回回8年再度闯进大满贯等级的冠军赛 决赛将迎战美国选手马迪克桑茨 与杰克选手沙法洛瓦组合 这对海峡组合 能不能再次上演永结童心 一举夺冠 各界瞩目 新航亚太电视张瑞珍编译 葛法斯集团在巴黎举行 2015全球国家风险论坛 探讨及预测2015全球主要经济议题 鉴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及严重的债务问题 葛法斯首次将中国列入A3负面观察名单 均是2010年以来 逐度调降中国国家风险评级 美国网企雅虎宣布 将脱手15%中国电子商务巨头 阿里巴巴股份制一家独立公司 并向雅虎股东分派新公司股份 并向让雅虎股东个别持有阿里巴巴股份 有权中国最大包公投资村的 大陆富商严介和 近日将6个地方政府起诉至当地法庭 控告拖欠工程款 这项罕见的法律行动 成为大陆首席名告官的案例 更凸显出大陆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经济面临严重威胁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昨天在官网上贴出公告 专麦当劳将在北山街8号 蒋新国故居开设大众咖啡馆 共100个座位 引起网友关注或少人反对 另外名人故居可以开发利用 做文创事业等 但开素食餐厅似乎不妥 新航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受到中共去年一系列的反腐行动 以及整体经济情况下滑的影响 华国咨询机构贝恩指出 2014年中国奢侈品市场 较2013年下滑了1% 来到人民币1150亿元 为8年来首度衰退 中共贪官落马 连带使中国奢侈品市场也受影响 去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 出现8年来首次下降 根据跨国咨询机构贝恩的报告 中国2014年奢侈品消费总额 为人民币1150亿元 相较于2013年下滑1% 使8年来首度衰退 可能是因为中共官场以男性居多 男性购买及馈赠奢侈品比率下降 手表和服装最为明显 分别下滑13%和10% 女性较不受影响 女性服装与用品则维持成长 面对全球资金流动泛滥 大陆国内经济下滑等双重压力 不少专家认为 今年人民币会有较大的贬值压力 贬值幅度可能高达5% 除了打探效应 或许也有部分原因是预期物价下跌 因此延后消费行为 中共中央打探 许多涉探官员扛不住压力 纷纷走向绝路 根据大陆学者与媒体统计 中国的官员自杀有三成是涉嫌贪腐 其中又以2012年是中共官员自杀最多的一年 新唐亚太电视张瑞珍编译 来关心神韵艺术团全球巡回演出消息 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 濒丽林奥斯卡的颁奖典礼所在地 杜比剧宴演出 吸引了众多西语系的民众 以及演艺人员观赏 洛杉矶当地最大西语电视台的主持人凯利就说 神韵会为世人带来信心与希望 多位著名戏语系影视从业人员 在欣赏完神韵晚会后接受了访问 她与一位成功节目制作人的经验与眼光 大力推荐观众全家一起来欣赏神韵 在全美最大的西语电视台主持节目的凯利 则庆幸神韵会为全球观众带来信心与希望 新韩记者 台北市长柯文哲展现清明 和小朋友一起举元宵提灯 不过柯市长脱口说出 这个阳年提灯长得有点像牛 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今年的耶诞很不一样 法拉里卫浴带您环游时节 根据统计火灾出奇的三十秒钟 是控制火灾发生的最重要关键 小小救火源灭火器 使用水性无毒环保配方 无论家具 厨房 汽车 机车 仓储 护房 皆能迅速灭火 简单有效 攜带便利 安全有保障 英雄救火不该手无寸点 小小救火源灭火器 陈珍带领经销商 立市挡水闸门 为您保护身家财产 立市挡水闸门 为您挡出淹水灾害 唯一经过纳力等多次台风考验 防水效果第一 安装简便 十分钟内即可组装完成 最佳的水灾保险 有备无患 安装立市挡水闸门 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电话88653797456 立市挡水闸门 我喜欢你干净收爽 我喜欢你除臭抗菌 我喜欢你舒适透氧 Unitop 足好除臭袜 使用黑金钻除碳纤维 给您前所未有的干爽感受 黄霉抗菌持久弹性 海水透气冬暖夏凉 除臭率百分百 坚持最好环保健康 现在就上网搜寻 Unitop 足好 欢迎回来 前总统陈水闭眼保外就医 到下个礼拜就要满一个月了 台中监狱今天将派员到扁家访市 评估是否展颜保外医治 再报请矫正署核定 好 另外来看到台北小提灯亮相 取名洗灭 四肢可以任意转动 而这让台北市长柯文哲研究好久 最后他说洗灭的脚看起来好粗 体格是比较像直牛 2025台北灯接小提灯 全是亮相 台北小提灯洗灭来了 柯P一贯插手姿势迎接 左看右看把洗灭给看透透 兵分的造型 温温温 大家一起轻松 小朋友提着洗灭唱柯P主题曲 汪汪汪上功 但是柯P依旧锁定洗灭 事件从没一过 对洗灭充满好奇 不过可别以为柯市长 只专注在洗灭身上 今年设计得不错 还有这 你们怎么也在唱嗡嗡嗡啊 这次来吐槽了 柯文哲又好气又好笑 继续睁大眼研究 原来是觉得洗灭好像不太对劲 不知道这个仰是这样 可以站 可以坐 还可以跑 这些事实是活动的 不过在比例设计上 感觉是脚比较粗 我看一看那个 好像那个如果按照那个 体格看起来比较像牛 事实上呢 如果脚很细的话 它就站不住了 有时候我们在实际跟 跟设计之间 我们必须做一些取舍 设计师解释 为了让洗灭四肢灵活运用 又展又做又趴 腿粗是必然 不过小朋友可是很买账 不断地向镜头秀洗面 今天台北小提灯 不同以往 首创任意摆动翻转 2015小提灯洗面 似乎与科匹新政相呼应 新营党的亚太电视 曾一豪李宜君 台湾台北报道 再来看到今天 1月29号星期四 有哪些重要的活动 新政院副院长张善政 出席Facebook 亚带区新办公室落成 另外包括台经院 台中院 中金院等私院的院长 参加人口结构老化影响的研讨会 财经的部分 有达光店举办线上法说会 另外今天还有一场 2015城市面包大赛 带你看到1月29号的天气预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